今年在議會 台南的檢訪在台北 台中來到太太北的詞騙集團 十一的人 生親收藥 在當時台南電風發音 所以是裁定不用交付放回去 後來檢訪提供的成功 台南高婚姻才發肥金財 電風發音在藏 裁定全部收藥 不過事情過這麼久才跟人收藥 這也贏到國際的這期 檢訟就去詞騙集團的基地 把所有的相關燈跟物獎 全部載回去進辦 台南檢訪11月下旬 在辦去議會北的詞騙案 在台北和台中 11人生親收藥 不過是讓台南電影 裁定不用交付放照 後來檢訪又提供控告 台南高婚姻發肥金信 帝衡發音在晚上 才改造裁定全部收藥 而且禁止這件通信 以及提供出售虛擬貨幣 回流狀況的憑證 被譽常情 縱上被告等人變稱是單純的交易虛擬貨幣 是不能夠相信的 因而認定 被告等人都有申請羈押 所認的各項罪嫌均犯罪行重大 11的嫌患原本不用交付就放照 因此外國會討論 對處民眾也認為 現在的詞騙案這麼多 這樣動作實在是太慢 如果都被放出來的話 他們應該已經都拟好了 法官在判決可能需要再三次 之後他們11個人又被抓回來 會不會覺得這個還滿荒唐的 很好笑 對處台南電影說到 法官捍衛自由民主的基本特殊 為何法治保障人權和自由 依照憲法和法律 獨立心盤 無受到人為的干擾 也請國界尊重法官 對個案的判斷到國庭 另外 對外界接規 這個案件在立委設立法會警信 拖二十天這個規定 後上也的官警檢討 改進相關的行政流程 在符合法律的條件之下 這一點標準作業聽書 來檢視各界疑路 記者文正昌 台南報導